基隆市伟均弱势关怀服务协会会员在理事长林立清代理下 和基隆市议员宋伟丽特立前往主恩儿童之家 致赠2万元善款和大批新鲜的青菜、水果面条以及冷冻水饺等物资 感谢也协助主恩儿童之家照顾这群弱势的安置儿哨 也感谢善心人士江小姐夫妻两人居中牵线 让伟均可以一起来关心安置儿哨问题 为在基同市信义区深奥坑路的主恩儿童之家 是由财团法人季志文圣道基金会成立 专门收容安置基隆或是新北市政府转介来 受虐或受报接受保护6到18岁之间的弱势安置儿哨 对于伟均弱势关怀服务协会的帮忙 执行长徐华强牧师由衷感谢 其实我们不单是给孩子们吃给孩子们住 其实更多是希望关怀他们 我们的孩子功课大部分都不好 因为来自原生家庭懂环境 以至于他的功课不好 那有什么办法使他更加的有志气呢 所以整个暑假我们训练他们各种的产业 往他们的产业去发展 希望有一天他至少在别人的面前 有一项可以引以为傲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就是我们主恩儿童之家 给产业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梦想 希望他们在那边快乐地成长 徐华强进一步表示 主恩儿童之家和其他类似机构 最大的不同在于 包括创办人和他以及主要干部在内 都是出身育幼院 因此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安置儿哨的 党法和心灵等问题 希望藉由陪伴以及各种学习课程 让安置儿哨们有一天 可以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 我已经不太希望有制度的场景 抠住他们 装住他们的生活 其实很多时候无为而止 也是一种自理的方式 对我来说我再去成长 我了解他们的心声 所以我希望再一次回来也帮助他们说 我希望以前看到老师的种种不好的 希望我们老师能改变 以前老师好的 希望完全地沉洗下去 执行长徐华强牧师也特地带领 韦军若是关怀服务协会一行人 参观安置儿哨们的居住房间和活动空间 并且说明主恩儿童之家的陪伴关怀教育理念 特别是注意安置儿哨们的情绪问题 目前主恩儿童之家总共有包括国小国中和高中 总共29位安置儿哨 欢迎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帮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